Dada 以後會否有些人 有些人報道說 Dada 以後封空了 不再性感 沒有 每個人都想這樣問 但其實我沒有說過 我沒有說過 Dada 最主要是想看劇本 因為我沒有想過 因為其實我真的 我覺得我完全不 我走的路 每一步都沒有後悔 我也不覺得性感是一個什麼問題 既然是這樣 我覺得做演員 其實你不要局限自己太多包袱 有些角色是需要一些 可能你會看到 性感直接一點看就是一些 可能裸露一點的 尺度就是性感 這是大家可能一看就會很容易看到的東西 但我覺得我想追求的東西 反而現在不同了 就是一些好像周上一個眼神 就已經很性感了 舒淇也是 就是一個眼神可以讓人覺得性感 而不是一個身體的尺度拿路 那樣性感是更難過你穿得性感 或者拿路的 我所追求那樣 我想要的性感就是這種性感 譬如如果真的有些好的劇本 去到你手上 Dada Dada 譬如那個 穿衣的底線會去到哪裏呢 其實自己有個底線 有很多人問會不會 好像如果 如果 有個 色界的角色 對 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都是炮場問先的 是嗎 然後她問我 然後我已經跟她說不會了 因為我跟媽媽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商量過 那大家答變了 就算是你的底線一定要堅持住 那你答變了媽媽的底線是怎樣 一定不可以那個色界的尺度 其實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能 但色界的尺度更誇張 不可能 所以不可能 其實已經是不會考慮的 我自己很堅持這件事 還有我覺得因為我不是湯偉 湯偉她真的是 她真的是周生都 真是演藝學院出來 還有她有進修過 我其實真的只是做過沒有特意的工作 我還沒有去到真正的自己 那她變了 她那件事是可以視為藝術的 但發生在我的身上 其實我沒有信心可以把它變成藝術這件事 所以我會覺得 即使是梁朝偉 李安做導演 都是不行 都是不行 那好吧 我們都很開心 看到電影圈有些新血出來了 即有些potential的新血 謝謝 也都預祝你成功繼續努力 陳成 謝謝 感謝你 謝謝 謝謝